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祝菩薩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要從第二十的第三段 《公德堂說法》裡面的白文開示 開始 上次我們是講到 心有三種 有肉團心就是我們的身體裡面的心臟 然後圓律心就是我們妄想分別的 這一個煩惱來源的這個心 再來就是靈知心 我們今天從靈知心開始 靈知心是混纖插而不亂 第三季已迷遷 秉然獨照著耳不群 再勝不爭再凡不檢 處身時流 立諸 毒藥與滄海 居涅瀑岸 桂倫孤朗與中天 諸佛誤之 假明為心 眾生明知變成忘事 那這個靈知心就是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靈明戰極的清淨自信 它始終易如 不會因為時間空間的因緣而改變 也不會因為是凡是聖而增減 那處身時流 不管說我們的這個自信的清淨光明 在五史節以來的生時流中 它就像一顆明珠一樣 在迷茫的六道中 光芒毒藥 沒有失去它的本性 那在就近清淨的極境當中 像一輪明月在天空中 普照大地 那這靈知心其實它就是 它的特征 就是在勝不爭 在凡不檢 對佛菩薩來講 這個清淨自信 不會因為他們是佛菩薩 然後他們有了智慧 所以就增加一些 那對我們凡夫來講 也不會因為我們這個迷惑顛倒 所以我們這個靈知的這個覺知 就少一點 也就是佛跟眾生 都具備了這個清淨的自信 然後再來就是 諸佛誤之假明為心 眾生迷之變成忘世 那這個違心指的就是靈知心 眾生迷惘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什麼 剛剛我們講的 圓律的這個忘世 就是我們那個煩惱來源的 那一個心 但是不管說 似迷或似悟 它的本性始終不變是什麼 就是清淨的覺知 只是名稱不一樣而已 名稱不一樣 一個就是靈知心 一個是圓律心 其實兩個是名稱不一樣而已 然後這邊呢 最後告訴我們 是以佛即眾生 眾生即佛 且心外無佛 亦無眾生 唯迷惑之友 見 故 凡聖而窘益 其知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第二史的時候 沒有 我們前面 第一史的時候有講到 這邊 佛就是眾生 眾生就是佛 在清淨的自信之外 沒有佛 也沒有眾生可言 只有什麼 我們講那麼多 其實都是在彌根物之間的 這個差別而已 所以才會有這個凡聖 那因為心佛和眾生 三無差別 都是什麼 同一個清淨的自信 我們在這個 心佛眾生 其實是從什麼 像來看 從像上假立的一個名稱罷了 那在自信上是沒有分別 他什麼還記得我們什麼 是一 不是二 然後這邊有三個 他更不是三 那最後呢 這個 總風明明禪師 就贏了一個這個 唐朝 永家禪師 他的這個正道歌裡面的一個句子 夢裡明明有六曲 絕後空空無大千 那這邊就是告訴我們說 修行的目的 是要我們怎麼樣 從夢中怎麼樣 要覺醒起來啊 而且呢 你醒了之後呢 要去發覺我們的本性 我們的本性是什麼 我們的清淨自信的佛性 我們的佛性 那見到本性呢 你就從煩惱 你望當中覺醒 那真正覺醒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 那事實上呢 不一樣的是什麼 是世界不一樣了嗎 你所看到的一切不一樣嗎 沒有 是你的自我 你的煩惱 执著不見了 所以你看到的世界 就不一樣 記得師父有一個 曾經寫過一個記子喔 他寫什麼 戲外看戲 忘了戲 下一個是什麼 夢中做夢 不知夢 有沒有聽過師父的這個記子 那請問 你現在在哪裡 在戲裡 還是在夢裡 還在夢裡嗎 起來了沒有 隨時要叫自己起來 這個隨時有覺知 就是在正念當中 隨時提起自己的正念 那這邊談到 既然如是 則晶雲 從世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企圖有佛號 歐彌陀今現在說法 這一段呢 整個就是什麼 我們 歐彌陀經的 這個經文嘛 然後這邊 最後他告訴我們 今現在說法 總不出為心淨土 本性彌陀也 這邊 彌陀經裡面所說的 這個十萬億佛土 那邊的那個極樂世界 歐彌陀佛正在那邊說法 他說什麼法 也總不出我們 唯心淨土 和本性彌陀的這些法 那跟第一時的我們那個 我心 歐彌陀佛即是我心 還有我心即是歐彌陀佛 淨土即此方 此方即淨土 其非彌陀之之誅 何有甚凡而彼此 其實兩邊是相呼應的 唯有怎麼樣 贈得了自信的彌陀 你當下就是淨土 淨土在哪裡 還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嗎 沒有喔 每一个地方都是欧弥陀佛的净土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当下 净土就在那里 由世而知 即今现前亡过某 其身也莲花朵朵 其末也杭树重重 无一时不达联邦 无一念不依慈父 神如是 且到离此心佛众生外 别有商量处也无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而知 现在这些亡灵他如果了悟了 清静自信 不管你是生是死 都是在哪里 七宝莲花当中 在七宝杭树当中 这是什么 极乐世界的净土的庄严 你自然跟他就是相通的 时时刻刻就跟阿弥陀佛 我们的弥陀慈父相应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法师就会扶持一拍 就会这个 问你这个 审慎的想一想啊 我们离开什么 前面讲的心佛众生 四一不是二更不是三的 这个清静自信 还有其他的吗 这个也是参话头了 还有吗 还有没有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什么心 还有佛 还有众生 还有心吗 是三个还是两个 还是一个 那最后告诉我们说 这个 我们的清静自信 是一尘不染的 这个 极乐世界里面的七宝莲花 它朵朵盛开 那也是什么 因为我们念佛 功德化身的九品尺 九品父母 凡是我们凡夫 投胎转世 不是 我们的凡夫投胎转世 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一般凡夫 就是一般的 这个 在母胎里 可是呢 我们是在哪里 在莲花的圣胎里面 那最后呢 遥望金沙 池早外 宝光 长照 玉楼台 如果啊 我们 不放下这些 妄想 执着 就没办法 像这些莲花的圣胎一样 你看从那个 极乐世界里面 从金沙铺底的七宝莲池 你向外去看 尽虚空 层层叠叠 也一望无际都是什么 七宝的这个亭台啊 楼阁啊 闪耀着光明啊 这边宝光代表的是 我们的自信光明 所有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些殊胜庄严 都是我们的自信光明 所流露出来的 那这一整段呢 都是在告诉我们 净土的这个意义 净土的重要的这个法义 心佛众生香气 才能够唯心净土 本性弥陀 那讲完这个之后呢 就要去哪里 到功德堂去发愿了 那这边发愿的 主要的内容 是大慈菩萨发愿记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净土发愿记 那这个大慈菩萨发愿记呢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段落 那这个四个段落是 我们很基础的净土的修持 平常也可以把它当作横刻 你重视呢 不是修净土 那赞佛忏悔 回向发愿 这是我们每一个三宝弟子 每天都应该要做的功课 每天都应该要做的功课 那第一段 是这个十方三四佛 阿弥陀第一 九品度众生 威德无穷极 那这个是赞叹佛菩萨 赞叹阿弥陀佛 然后呢赞叹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忏悔 我今大皈依忏悔三叶醉 这边是忏悔 然后接下来就要回向 忏悔完要回向 凡有诸福善 自心用回向 愿同念佛人感应谁实现 临终西方境分明在目前 见闻皆精进 同生极乐果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众生 回向这个 我们的所有念佛的人 临终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 阿弥陀佛的这个互念 然后大家一起很精进 都能够到极乐世界里面去 能够了脱生死的苦海 然后要学佛菩萨一样度众生 然后再来就发愿 无边烦恼断无量法门修 试愿度众生 总愿成佛道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四红试愿 有没有 他只是把文具转了一下 那这是什么 我们自己跟众生都要成佛道 总愿成佛道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就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这个我们很熟悉 就今生做不完的事 来生要继续做 要生生世世 发菩提愿 行菩萨道 累积我们的资良 然后再来是净土发愿祭 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 我想我们这个三十系列 里面讲了很多 都是要我们发愿 然后到西方净土去 然后刚刚有讲到 就九品莲花为父母 要常养圣胎 然后花开见佛 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这是净土发愿祭 那最后还有一个 还记得吗 我们从佛法身 这个三宝战 那引导这个亡灵 要意念 然后皈依佛法身三宝 这个也是在 赞叹这个法宝 法宝石南梁 如来金口宣扬 这是我们的 世尊 他亲口说的 那龙宫海藏 善天乡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有个典故的 就是龙树菩萨 他接受了这个龙王 龙王在我们的这个 经典里他叫大龙菩萨 他就带他到这个 接受他的邀请到他龙宫 去参观 结果呢 他就看到龙宫里面 哇 好多的法宝 而且是在我们 我们人间没有看过的 然后他就这个 看啊看啊就是看不完 那结果呢 他就跟这个龙王讲说 要请一些回去 那他就请了一些回来 那就是我们佛教当中 最主要的一些大圣经典 听说他带出来 也是一小小部分而已 同时带出来也是一小小部分 所以这边这个龙宫海藏 善天香就是这么来的 他是有典故的 然后绝者送狼寒 这个狼寒就是我们 古时候的人 有没有 他们的那个装金书的 装这个书的书香 或者是寒套 我们现在有一些书会有印壳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就是珍贵的保存金书 珍贵的去保存这些书籍 那引申为就是我们 对金卷的这一个珍贵 然后这边 玉轴辖条金写字 四排秋燕成行 就是说 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卷轴的书画 它不是一般的木轴 是用玉做的 所以叫玉轴 然后呢 里面呢 字写得很整齐 用金写 古时候的人 抄金有没有 用金粉啊 银粉啊 去抄 所以就是那个 抄写得很整齐 所以就是玉轴辖条 金写字 然后四排秋燕成行 写得很整齐 然后很庄严这样子 其实也是引申为 我们对法 对经典的一个尊重 然后就行三藏取拉台 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嘛 谁去起经啊 三藏法师 玄藏大师 西行去起经 然后让这个佛法 能够红传万古千世 以前你们有注意过 法宝战的内容这么丰富吗 以后 这个在参法宝战的时候 一样要发愿 要观想 要珍惜我们现在 能够有这个姻缘 能够遇到这个佛法 这个真的是过去啊 这些祖师大德 这个不畏生死 为我们留下来的 让我们解脱的 珍贵的这个方法 这个公德堂 去完了之后呢 要到哪里去 就要回来 忏悔发愿了 忏悔发愿一样 这个 还是会先有一段白文开示 然后再来就是 忏悔记 还有四弘寺院 然后就是 摩普 先王菩萨 摩赫萨 我们重复的部分 我们就不再说 那就请大家回去看前面的 我们就来看 忏悔发愿的白文开示 盖文虚而有明达之声 及而无形影之相 然骨想自然 非忽之而不达 这个是在讲什么 这就是说 这个三骨里面 本来是什么 清静即静的 可是呢 我们这三骨里面 我们对着它呼喊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 回音 那回音完之后呢 它是不是恢复它的寂静 它就恢复它的寂静 所以呢 即而无形影之相 但是呢 这个骨想呢 它虽然说 会有自然的回音 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喊 它会不会有回音出来 不会啊 所以呢 佛生无作 非寇之而不想 这里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佛菩萨也是一样的啦 这个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有听过吧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如果你没有想要 转迷成物的这个自觉 那清静自尽怎么样 它就不会献钱 它就不会献钱 那有一位产师 他已经讲过 他把这个比喻成 如中再虚 如骨应想 大寇大鸣 小寇小应 那 这是佛教里面 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以壮中为例子 如果你轻轻的 轻轻的去壮 它就有什么 小声的响 那如果你重重的去壮 它就有什么 大声的这个回响 那中它有响的功能 如果呢 没有人去壮 它会不会想 不会啊 对不对 那呢 其实我们众生 跟佛菩萨的关系 也是一样 就像寇宗一样 人与宗的关系 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 佛菩萨 它的法身骗载 怎么样 也帮不了我们的忙 你不去扣 不会想 然后你扣呢 轻轻的扣 它就小小的响 所以你知道吗 要用力的扣 那这边上来 起见第二十信念 佛式语言 如上书勋 投入如来大院海中 出身功德 灯位亡灵 然后洗除业构 增长善根 舌尺抱缘 往生净土 那到这边呢 第二十佛式 就功德圆满 那我们也祈愿说 欧弥陀佛 祂的慈悲愿力 能够加持 这个往生功德 为这些亡灵呢 能够消除 烦恼业障 解冤事解 还要让他们怎样 听这些开示 要增长善根 然后舌尺抱缘 才能够往生净土 请这个佛菩萨来加持 然后呢 就是最后还有 这个 但念志从无始 气至今生 欧生俱海 逐势浪已高低 云点太清 任勤风而仍我 于是循环诸去 流转世身 夜海茫茫 醉山极极 就是我们从 无始节以来 到现在 我们的无名烦恼 这个 欧生俱海 云点太清 这个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欧就是泡沫 云就是 太清就是天空 就是我们无名的烦恼 像大海里面这些 泡沫 然后随着怎么 夜市的这些波浪 起起伏伏 高高低低 去流转 那我们的妄想 这些分别 就像天空里面的云一样 随着这晴雨的风 就什么 四处飘荡了 没有停息过 这是讲到说 我们这些 迷惘的众生 在红尘熟视的这些 忍我是非当中去 造业啊 受苦啊 没有间断 没有间断 于是呢 就怎么样 这个循环 诸去 流转 世身 这个诸去 就是我们讲到 那个六去 就是六道 然后世身 就是这个 我们六道众生的 四种生命的形态 有胎身 软身 尸身 化身 我们人道是什么 是胎身 对不对 然后呢 出生里面 有什么 有胎身的 那也有软身的 也有尸身 也有化身 那虫子是什么 虫子是尸身 对不对 然后 也有化身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像那些 飞禽是什么 飞禽生蛋 鸡蛋 然后呢 地狱里面的人 是什么 化身啊 然后天呢 多半都是化身 就是 这四身 就是我们这个 四种生命的形态 我们六道众生的 四种生命形态 胎身 软身 丝身 化身 丝就是草丝的那个丝 好 然后 夜海茫茫 就是我们不仅 只是流转生死啊 而且在六道中 所造的夜呢 像茫茫大海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 无量无边 就像这个高山一样 那么深广 像山一样高 像海一样大 然后呢 最后 这些呢 如果 没有从心里面 坦白的 发入忏悔 这些业障 怎么能够消除呢 就是要忏悔过去 发愿未来啊 它才能够消除啊 所以这边呢 就是我们要跟第一时一样 然后代表亡灵 还有我们自己也要 跟着忏悔发愿 来出离苦海 求生净土 那这边 忏悔发愿呢 一样哦 就是 第二时 我们上次有讲 就一次一次的 往更深处去忏悔 就是一切 罪障 皆忏悔 那白温的部分呢 再来就是 它第一二时 这个 终身无边事愿度 我们在 一时已经讲过了 好 接下来最后了 忏悔发愿 看完了之后 就要去哪里了 就要回到 就要去西方了 最后这边 会有一个小节的开示 上来忏悔 发愿已尽 剧行游人剧眼目 愿如日月灯光明 依光照足见分明 行者方能达前进 悔发愿就是行动 跟愿力 然后这个 剧行就是我们的行动 就像这个 人的眼睛一样 那愿力呢 就像这个 日月灯竹的光明一样 修行呢 就是要靠着 这个日月灯竹的光明 你才能够寻着 往前面的方向 去达到你的目的 那肆以念佛之人 若不发愿往生 众有功行 一成虚设 以不顺佛故 今儿亡灵 当之此意 我们念佛的人 在一时的时候 一直告诉我们 你信愿行要具足 那这边又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没有 发愿要去往生的 愿力的话 你纵使哦 念佛的功夫 再怎么生哦 你去得了吗 因为你没有要去啊 那阿弥陀佛他说什么 你要去他就带你去啊 如果你没有要去 他要不要带你去 你没有要去啊 所以你不要怪他 是你没有发愿 然后呢这个 你到不了西方 所以你就继续去六道轮回 那个因为你的愿 跟阿弥陀佛怎么样 不一样 你有发愿他就带 你没有发愿 那也没办法 那这个要我们这些 要这些亡灵啊 还有谁 还有我们 要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发愿了没有 一直念念念念念 念得很认真 结果 金土在哪里 阿弥陀佛来了 我没有要去 下次再来 还会来吗 不知道 那这个呢 这二十呢 第二十其实就是 要告诉我们 本无迷雾人 只要今日了 其实我们 这个没有所谓 迷雾的人 只要我们发愿 你当下就可以 不要再六道轮回 还有一个就是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心外无佛 亦无众生的 微信净土 本性弥陀 第二十 主要再告诉我们 这个 那我们第二十就到这边 就圆满了 那进入这个 后面还有一个站 就是无上一王站 这个我们在 一时的时候 也跟大家有讲过了 九品联邦 同院往西方 要发愿 要发愿 然后呢 这个要 抵战 那进入第三十 第三十也是一样 我们 三十的流程 就是 都 每一时都分成 五个段落 每一时都分成 五个段落 从意念净土开始 还记得意念净土 是在做什么吗 意念净土就是要 要送欧弥陀经 然后呢 还要 往生奏 那这一段呢 这个念欧弥陀经 就是要让我们 去一起 这个 净土的 殊胜庄严 还有里面 也告诉我们 这个 慈弥念佛的方法 那这个是 意念净土 然后再来呢 信念弥陀 那三十也是一样 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 在这边呢 念完佛之后呢 会有宣书 那什么是宣书啊 这个书文啊 就是 其实是 我们啊 这个凡夫众生的需求啊 应我们凡夫众生的需求 就是我们要这个 像诸佛菩萨 护法隆天 去摒摆说 我们今天 做了什么佛事 我们今天做什么 三十系念 然后呢 这个 我们 我们祈愿什么 对不对 祈愿亡灵要往西方啊 祈愿这个 活得的人会希望什么 要消灾严寿 对不对 就是反正书文就是一个 像佛菩萨摒摆 我们这个 做了什么 我们希望怎样 那我们先来看提纲 这一时的主要要告诉我们 十万余尘不格尘 修将迷雾至书清 至书清 然后 刹那念尽横杀佛 便是莲花国里人 这个也是从 欧弥陀经里面 告诉我们这个 从事西方过 十万亿佛图 虽然要经过那么远 但是呢 这个不要因为 我们的这个迷雾 而产生了远近的分别 只要我们一念觉悟 然后呢 一心称名 欧弥陀佛的这个名号 你就怎么样 念尽一切诸佛的殊胜功德 然后我们就是 极乐世界的人 那 我们来看这有一个 就是念佛缘起 念佛起缘弥陀观祭之节 里面有讲到说 其实 《观文量寿经》里面有讲到 你到极乐世界去 就是在坛子之间而已 那一坛子你就到了 一念请你就到了 所以你就是 刹那这个什么 念尽恒沙佛 便是莲花果里人 只要你当下的那个 也念清净 你就是西方净土里面 这个莲花果里面的什么 的众生了 还是凡夫啦 到那边去 如果你没有花开 见佛物无声的时候 还是反复 那再来呢 就对这个开示呢 再做更深的说明 何曾被绝 载荆棘于七宝园林 舍妄归生 列诸网于世身盲户 众恒万法原果一行 非施良处 欧弥陀佛 坐断六根 五兆坐实 清派故乡 横吞八戟 破群昏如稿日 立天 疗重病如善见神药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背离了 我们原本具足的这个觉性 而跟这个根层的无名烦恼 相结合 就像把荆棘放在这个七宝林中 荆棘就是我们的这些烦恼 把它放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你纵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还是什么 烦恼啊 你就是在净土当中 你还是一个烦恼鬼 这个层代表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烦恼 然后呢这个 觉就是觉悟 然后呢这个 舍妄归真 放舍掉这些烦恼 你才能够回归清静的自信 这个就是变成什么 前面是合成被绝 你把它舍妄归真的就是什么 被成合绝 这个世生门户也是一样 世生才记得刚刚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胎软世生 然后列猪王 这个猪王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什么 七重蓝巡 然后七重杭树这些 就是我们的自信现前 就是你把它反过来 你纵使是在这个六道的这些 不管你是胎软世化身一样 你还是一样怎么样 像在极乐世界一样 所以呢一个是谜 一个是物 这边 旗信论这个书笔消息里面讲 谜则被绝合成 物则被成合绝 联邦消息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以成演绝 成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烦恼 盖住了我们这个 清静的自绝 那全绝是成 你那个连绝心 你那个清静的自绝心 都变成烦恼 以绝破成全成是绝 其智者顿然误入 知被绝之非 则在敌尘 成缘不爱 故约六成不恶 环同正绝也 其实都在我们怎么 一念的分别心而已 都在我们一念的这个分别心 这两句话合起来其实就是 你只要是迷了 你就是这个极乐世界也会变成什么 六道轮回 那只要是误了 就是你在五着二世里面也会变成什么 极乐世界 你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想一想 随时都要想一想 你现在在哪里 当你起了烦恼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 你现在在哪里 你要继续待在那里吗 还是你转一个念 转一个念之后呢 你要这个怎么样 列诸网于世生猛户 那再来是 非思良处 阿弥陀佛 作断六根五造作史 清太故乡 横吞八吉 这边讲到就是 这个 宇宙万法 不离我们的清净心 弥陀自信本来就是清净 那这个 真心的自信不可思议 不能用这个推理的 或者是知识去施良他 所以信心里面就讲到说 非施良处 事情难测 真如法界 无他无知 就是他这个不是我们这些凡夫 可以去想象的 那你这个 作断六根五造作史 清太故乡 横吞八吉 就是我们的六根 对外 不起作用 遇到任何的境界 你都怎么样 鲁鲁不动 而且呢 这个 你要把它当作是什么 这个 一切有为 本无造作 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 极乐世界就是整一个 宇宙法界 它无边 无际 没有尽头 那这边所谓无造作 在 这个是 华言经术里面 讲说无造作的功用就是 无所有 无所有故空 空无故众生界 及法界也 那主要是告诉我们就说 这个 不要去执着这些外向 不要去执着这些外向 所以呢 前面好像还有一句 破群婚如稿日立天 聊重病如善见神耀 就是这个 我们破除了众生的烦恼迷惘 就像这个众生 破迷开悟 转帆成树 好像是这个 转帆成圣 就像这个太阳 挂在这个 天上一样 这个天明日立 那个轮回六道的众生 就得到这个救度 像遇见这个 善见神耀的 这个 之后病苦消失 这个善见神耀呢 是我们在这个 经典里面常看到了 他 据说是能够治一切病 你六根眼睛看到了 然后就好了 那个 耳朵听到了 耳朵也跟着清静 鼻子听到 鼻子不是用 鼻子是闻的 也跟着清静 就是你的六根只要遇到 就可以怎么样 百病都可以治 而且快乐安稳 那这里讲的境界 就像他前面讲的说 这个 不是我们 这个凡夫 可以去 想象的 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知道 这个微妙的不可思议 只有阿弥陀佛的灵明 战绩可以知道 这个坐断六根 就是 你的六根对静 你不取这个妄似的造作 那 佛国的清静庄严 它是超越十方一切的世界 一切的病苦 只要你念尽 阿弥陀佛 所有的病苦 就像见到这个 神药一样 这个神药一样 都能够消除 那最后呢 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说啊 这个 一心信念阿弥陀佛的 名号的功德 能够灭除这个 八万一节的 生死的重苦 这么伟大的功德利益 不是我们在这边说一说 然后讲一些辟欲 然后就可以说尽了 这个 如是 利益如是 起辟欲 言说之可疾乎 只如集经信念 第三十佛事 且到现前众等 同声相应一句 如何指成 我们现在 在一起 参与三十信念 佛事的大众 我们听了这么多 这个信念弥陀名号的 殊胜功德 我们要一起来说一句话 那这句话要怎么说 同声相应一句 如何指成 如果我们大家在这边 听了这么多 听了这么多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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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明的 阐释就告诉我们 一从佛像舍根念 不觉 花水 足底 深 就是我们一心 向着 欧弥陀佛的这个 大红誓愿 信念 欧弥陀佛的名号 开始 你就步步连花 迈向净土 你就念念清净 念念深净土 只要一念与清净的自信相应 我们眼前所属的世界就是佛国净土 那这一整段呢 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 弥陀明号的书胜功德 他的不可失忆 还有这个清净自信现前的景象 那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 准备要战佛记 然后呢 再来是 这个我们在第一时的时候都讲过了 然后再来就是 第一大愿战 要观想弥陀 然后呢 就到功德堂去了 那同样到功德堂之前呢 也是要这个 说法 他就把第二时的这个开始呢 就再做更深入的 跟我们的说明 他讲到说 打破虚空笑满塞 玲珑宝藏豁然开 直饶空结生前事 六至弘明必尽该 那重新的再次的提这个念佛的方法 那这一整段呢 都是在描述这个 开悟见性超凡入生的这个法喜 打破虚空是什么 就是彻底的 见到了万法的空性 它是用虚空来代表 玲珑宝藏豁然开 就是 玲珑宝藏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清净自信现前 玲珑宝藏豁然开 然后在五十节 所有的一切万法 深深灭灭的这些现象 用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的弘明 就全部具足包含在里面 那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见性之后 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限制跟分别 你能够了知你五量节 生死以来的这个轮回跟流转 然后呢就是 一切 所有的都是以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的弘明 来救度众生处理苦害 到这里的时候 是什么 有山有水有众生 但是呢 你没了我 没了自我中心的执着分别 所以这些烦恼障碍 一切本来就在 一切本来就在 这些 吃饶空前深浅事 它本来就在 但是呢 它本来就在 有山有水 有好有坏 对不对 本来就有 不是因为我们清静自信 现前这些 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它本来还是有 只是呢 跟你 你可以说没有关系 因为对你来讲 它不起作用 你就是清楚 你知道 但是呢 你众生怎么样 众生还在烦恼执着当中 众生还在烦恼执着当中 还在六道里面轮回 所以你要去度众生 这边讲到就是 你过去的这些 你这些这个 无量生死以来 你所遇到的这些人 你都要去度化他 用六字鸿鸣来度化他 不管他过去跟你有什么 深仇大怨 或者他过去跟你 这个多好 对你来讲 这些众生就是众生 都是你要度的对象 然后呢 就是用一句 阿弥陀佛 让你去成就你的 慈悲智慧圆满 也让你去 度化这些 你无量生死 节以来 所遇到的这些 有缘无缘的众生 你都要发起无量的 这个慈悲心 智慧心去度化 那这一整段 就是描述的 开悟见性的伐喜 还有你未来 你会去做的 你会去做的事情 那再来就要告诉我们这个 念佛 怎么念 然后他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这边讲到 古人道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念佛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这个 西天有宝明曰清诸 为此诸投入浊水中 入水一寸 则一寸之浊水 即便清洁 此诸入水之寸之尺 乃至于底 则浊水亦随之而澄清 那这个应该很容易明白 西天是指什么 西天是指哪里 你记得吗 去西天起经是去哪里起经 去印度啊 他这边就讲到说 其实他就告诉你说 去西天起经嘛 那经里面就是 这个 有一个东西叫清诸 其实这个清诸就是 投到水里 然后浊水不得不清 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只要呢 这个 他入水 然后这个浊水 就会慢慢的 这个 恢复清洁 到底的时候 这个浊水 就 非常的 这个清澈 那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念佛 念佛其实它是 一点一点一点的 你不可能马上说 你一个念佛 马上你要 马上得到那个念佛的时候 你就有什么样的 效果 就像说我们在用方法 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可能不是很纯熟 所以呢 他就像说 慢慢的一寸 然后这个 一直到底 后面会越来越 这个 清澈 你念佛 从乱心开始念 然后就是你的散乱心 开始念佛 平常你们都怎么念佛 一定是 很混乱的时候开始嘛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会念佛 然后你参加共修的时候 可能也是 刚从外面回来 进到道场来 也是从乱心开始 从这个散乱心 来念佛 然后慢慢心 慢慢的集中 然后慢慢的 越念越念就 越纯熟 就像这个珠子一样 珠子它一定是怎么 慢慢的慢慢的 沉到水底 对不对 它是这样一下掉下去吗 没有 所以你不要马上想到说 为什么 人家说念佛这么好 听了已经第五堂了 我都没有念到那么好 为什么 你不要急嘛 你先看你的心 有没有收回来 你有没有这样子 专心的在念 前面我们讲了 那么多的方法 那这一次呢 等一下这个 中方明明才是 还要告诉我们方法 你一定要先 慢慢的把心收回来 它是有一个次第的 你 练得越纯熟 你越快怎么样 拿到它的窍门 你越快心可以安定下来 越快的 你会 很快的感受到 阿弥陀佛 一字名号 他的功德无量 那个路径还没找到 就是那个 以前都搭公车这样转来转去 现在呢 有一个什么 捷运 对不对 马上这个 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家了 你还没抓到窍门的时候 就像你这个 不知道路啊 在那边乱窜乱窜 当你找到的时候 就很快了 然后呢 来 当知清诸者 欲念佛之静念也 着水者 欲杂乱之忘心也 当忘心杂乱之情 能举起一念 如对持尊 暗定六志鸿明 一一出口 入耳 则此杂乱 自然随念即静 知识一念而知识念 乃自念念不已 计较中所谓 敬念相继也 这边就在教我们 怎么用方法念佛 清诸呢 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念佛的 清静的这一个念 然后着水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的散乱心 你的杂乱心 你的妄想心 然后呢 这个 清诸着水的目的 就是用这个 清诸 来这个批育 我们念佛的 清静的念头 用浑浊的这个污水 来批育我们 这个杂乱的忘心 当我们 妄想心杂乱 纷飞的时候 就那一刻 那个短暂的时间 如果你能够举起一念 举起这一念 去念佛 念什么 念一句 这个六字 南无阿弥陀佛 一一出口入耳 从你的嘴巴里面出来 从你的口中念出来 然后从你的耳朵听进去 听到哪里去 听到心里面去 其实你六根 只要先把这个 你的口 你的耳 你的意 就是你的心 这三个 你先把它掌握住 其他就没有问题了 你一定是这样子 从嘴巴念出来 从耳朵进去 到心里面 如果你只是嘴巴念出来 你根本没有听进去 这个还在哪里 就像有些人 是拿着念珠 跟人家边聊天 然后怎么样 边拨珠子 有没有 那个是什么 这样子念人 摩弥陀佛 然后边跟你聊天 手中边拨珠子 那个在念什么 那个就不是 不是这种念法了 不过至少他还知道说 他就心里毛毛的 到底要不要念佛 还是要讲话 他心里也 这样也蛮可怜的 就是心里要怎么样 两边去用 因为他本来那个是念佛 耳朵是要听自己的符号 结果耳朵去听什么 听你跟他在讲话 那就不是从嘴巴念出来 从耳朵听进去 然后再念到心里去 如果你是像这样子念 从嘴巴念出来 然后从耳朵听到心里面去 那这个杂乱的心自然就会随着这个佛号越来越清净 就会随着这个佛号越来越清净 然后呢 这样子呢 从一念到实念 乃至于呢念念专注的不移转 所以不移转就是说 你不会像刚刚这样子 念一念然后跟别人讲讲话 念一念看看说 这个外面的 我们这个每次 佛七的时候都会写那个什么 都射六根啊什么 然后法师会就要告诉你说 你眼睛不要乱望 有没有 然后专注在你的佛号上 清除你的脚步 然后呢你每一步都踩在莲花上 你就很清楚很清楚的 那个心就是在佛号上 然后呢 这个心在佛号上 就像刚刚这样子 从嘴巴出来耳朵进去 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念念都是 奥弥陀佛 那这个就是什么 敬念相继 就是我们所谓的敬念相继 道中所谓敬念相继 就是你念佛是要这样子念 这样方法清楚吧 如果拿着念珠 这个散心的时候 这就是重重善根 重重善根 可是呢还没达到那个所谓的 去尤弥陀佛那边要什么 善根福的因缘 对不对 这个这样子好像都没有具足 不过呢至少还愿意 那讲完话呢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就不要讲了 讲完之后呢赶快怎么样 回来念佛 讲完之后还是要回来念佛 那这边又告诉我们 念佛要怎么念 念佛之人需要信心肯切 圣因凛然 信心肯切是什么 我们在一时的时候有讲 这个 你的信心是什么 你要相信 这个真信是什么 信有西方净土 信有欧弥陀佛 摄取众生之事 还要相信说 我等众生 信有往生之分 那虽然说弥陀 摄取众生往生 要信 另外一个是 唯心自现 感应道交 究竟非从外的 如是信者 视为真信 这是一个 就是你要信心肯切 那第二个 正因凛然是什么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 就是你三倍往生的人 都应该要发这个菩提心 所以这个正因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什么样的菩提心呢 就是你发愿 你要成佛 然后是为了救度众生 脱离苦海轮回的 这个菩提心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你还有信心 肯切 还有正因凛然 我相信不会有人 这个念了佛 就是你到欧弥陀佛那里去 你一定会发愿再来度众生 因为你觉得太好了 应该让更多的人来 那个菩提心 就会这样发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要重念 使身轮转之可悲 深厌 尘劳 纷扰 为可痛 那这里呢 是要我们痛切的 要能够去知道说 生死流转是很可悲的 要厌离这些 纷扰的这个尘劳 厌离这些生死的流转 那这些所谓的 纷扰的这个尘劳烦恼 其实都是 让我们生死流转的根源 只有你不要再去贪恋 你才能够出离生死 你才能够出离生死 这个尘劳就是我们的烦恼 就是我们的烦恼 然后举起一身佛名 之下更无意见 就是你当下要提起这个佛号 然后勇猛的精进 你要发那个愿就是 我非得要在这一生 能够出离生死轮回 要往生净土 你那个 这个才是什么 信心懇切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 欧密托经里面有讲到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七日 你这七天在做什么 如果你真的 有这么勇猛精进 而且你这一生 一定要出生死轮回的话 欧密托经里面讲话 你七天就会成就 如果你能够放掉这些 烦恼俗事的这些 成熬 能够抛下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能够去成就 我们接着 举起一身佛名 指下更无意见 如太欧见 恒安当宣 如大火轮 心疼厌赤 方物应知则了 处知则伤 直至一心不乱 能说两望 那这边这个 太欧见 是这个古时候 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一个 人所做的这个宝剑 然后这个 这里呢这个火 火至圣的这个大火轮 还有万物 只要一靠近它 就燃烧 碰到就受伤 那这边的这个 太欧见跟这个大火轮 都是比喻这个 系念 欧弥陀佛名号的这个 功德 威力 你能够 帮我们除尽 心中一切的妄想 杂念 除了系念佛号 没有其他的念头 你到这个时候呢 你绝对是 这个嘴巴出来 都进去 然后到心里 已经不会跟这个 有其他的一个念头 然后不断 不断 不断的 就像刚刚讲的这个 敬念相继 你不断 不断 一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一心不乱 能所两望 就是像 念到 能念的这个我 没有了 你所念的 这个佛 也没有了 就是念到 心空 佛 一望 那你身心一致 能所两望的 这个境界 那前面 前面讲的是 四一心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 你一心不乱 清见 阿弥陀佛的法身 弥陀即是自信的 这个境界 西方不离方寸 你就已经在那个境界里了 那个是什么 自信弥陀 唯一心 为新净 为新净土的境界 现前 那最后呢 他告诉我们说 道家之说 道家之说不容再举 竭尽之词 何劳挂齿 这边所谓道家 那就是你念佛成就 你到了净土的这个 话已经不需要再多言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了 这已经是到了这个 入了这个不恶法门的境界了 《维摩接经》里面 有讲到说 就是你那时候已经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容再举 这个可谓正修行之神述 超方便之正途 那这是这个我们修行正道 成佛的一个很神奇的 这个微妙的这个方法 他超越了一切方便法门的捷径 然后迫使身吃户之雷霆 逐迷忘幽渠之日月 那这边形容的就是像我们 我们这些六道众生 就像那个冬天到了 这些虫子 被这个村雷打醒了一样 把我们这些沉迷 沉迷在六道的这些众生 给惊醒了 给点醒了 然后呢也点亮了像日月一样光明 然后为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轮回路上的众生 点亮了一个方向 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远 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 且到一念魏蒙以前 还有个消息也无 最后三十系念佛事 已经要圆满了 这些亡灵等等 希望借着我们三十系念所有的这些 无上的这些功德能够一定往生到净土去 那这里这个 且到一念魏蒙以前 还有个消息也无 也是一样 要我们参话头了 参什么 一念魏蒙 就是你一念不生之前是什么 有参过话头吗 就是这句话的之前是什么 这个话头是没有答案的 话头是没有答案的 话头的答案是 你要自己去参就的 要自己的去参就的 那到底是什么 这个中风明的禅师呢 就给了我们这个记子 这个是什么 四心空极念合一 故国云归属未归 花外玉姬提小日 远迎新佛奉辞威 这边呢在讲什么 我们这个心空极灵敏的念头在哪里 那在外面还在那边流浪生死的 我们那时候是说这个 如母义子 如子育母嘛 然后我们称奥密陀佛是慈父 所以他就说 在外面流浪生死的这些孩子 怎么还没有回家 我们怎么还没有回家 我们还在这里啊 怎么还没有回家 然后呢就是花外玉姬提小日 这个就讲明星见信花开见佛 就像这个黑夜消失一样 黑夜消失天亮的鸡就怎么样 鸡就叫了 这个我们回到极乐世界成佛 就是什么新的佛嘛 对不对 然后呢极乐世界的这个 阿弥陀佛啊 观世音菩萨啦 还有什么 大师智菩萨 还有清清大海众的菩萨 还有所有的这些菩萨 都远远的就来迎接 你这一位心佛 去的时候 他们就来迎接你了 那这一段呢也是很感动人的 这个 讲到孩子怎么还没回家 你们是谁的 我们是谁的孩子 我们称阿弥陀佛是慈父 我们离家很远了 所以他就问我们 怎么还没有回家 谁还没有回家 还在这里 那回家的呢 这边其实是在做什么 你刚才很开心这边在做什么 因为大家都来迎接你啦 是在做什么 办喜事耶 你去到那边 这个 这个是 等一下会讲 这个 办喜事的状况 好 然后呢接着 好 这个 要去 功德堂 说法完 我们就要到功德堂去 那这边呢就 他就 以这个 慈云 颤主 净土文 然后还有这个 归去 来去 發怨祭 那这个 慈云 颤主 净土文 他的作者就是 慈云尊士大师 其实他是 他是天台中的这个门人 是天台中的 可是呢 他对于这个 净土的 洪传 也不余力 他也在这个 洪传 净土 的修持 净土的这个 思考 那这个 慈云颤主 净土文呢 在 我们的这个 资料里面 他会有两个版本 他会有两个版本 那我们这个是 依这个 残门日诵 是这个 常州天宁市的 天宁市的 这个 他们的 残门日诵的内容 所以 你如果看到说 有的可能 里面有小小的差异 那就是 他本来就是有不同的版本 就像之前有人 说 看了这个 《无量寿经》 他说奇怪 为什么 好像跟他念的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看他的版本 如果你发现说 你在慈颂的 这个 经文 跟你 好像过去的不太一样 你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这个 是 是 是谁翻译的 或者是说 看是谁 结集的 所以他可能会有不同版本 像 有一些 他可能到了 第九个版本 第几个版本 都不一定 所以你不要想说 这个印错了 或者是这一本是错的 没有所谓对错 只是版本不同 只是版本不同 只是就像我们 没有所谓迷根物 只是什么 只是我们一念不绝 好 然后这一样 我们把这个 词 云 颤 颤 主 净 土 文 分成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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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段 从自心发愿开始 从这个 一心归命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是自心发愿 我们要归一这个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然后呢 第二段是 佛光慈色 就是愿 希望阿弥陀佛 能以他的这个 清净的光明 来这个 普照的我 然后 慈世色我 我今正念称如来明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有讲到说 这个 正因凌兰 有没有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然后再来是 弥陀的本宴 这一段就是 佛习本事 若有众生 遇生我国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这是阿弥陀佛的 他的这个 愿力 那我们有讲到 若有众生 遇生我国 就是你有发愿要去了 然后他才带你去 你如果没有发愿呢 那就 就没得去 那如果你 非常的这个 心愿形俱足 然后很认真很认真的念 如果你 没有办法去 他就不成佛 可是他已经成佛了 所以问题 不是他 是谁 是我们 我们这些在外面流浪的 阿弥陀佛的孩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 以此念佛因缘 得入如来大势海中 成佛慈力 重罪消除 善根 就是 就是 以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这个功德 我们来 慈念这个佛号 能够灭 重罪消灭 或是 善根 增长 再来呢 若灵 若灵 命中 自知实至 身无病苦 心不贪念 意不颠倒 如入禅定 这是叫我们在 灵命中时 要一步颠倒 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 我们的三十系列里面 包括我们这个奥密陀经里面 也讲到 你灵命中时 要非常的清楚 那 之前我们有讲到说 这普贤菩萨 告诉我们说 你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舍掉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死愿 这个 普贤实愿 他是不会舍离 然后他就会引导你 就是 随时就带着 等着带着你去 奥密陀佛那边 一步颠倒 如入禅定 就像刚刚讲的什么 是一心 然后道理一心 其实 他的那个 跟禅定的 这个原理原则 是一样的 然后佛籍 慎重 守直 金台 来迎接我 于云念请 升极乐国 就是 你成就了 这个 极乐世界的这一些 已经在那里的这些 诸佛菩萨 慎重啊 我们讲到 诸上善人 有没有 有上人 然后有上善人 都来迎接你 最后呢 这个 花开见佛 祭闻佛圣 顿开佛会 广度众生满菩提愿 这边 祭闻佛圣就是说 我们听到佛 为我们说法 说什么法 最上圣的这个佛法 那就是菩提满愿 你已经成就了 那这个是 《慈云灿主净土文》 那师父呢 也有一本这个 《慈云灿主净土文》 的小书 那菩萨们也可以去参考 那其实就是 它的篇幅并不多 可是师父讲得非常的清楚 包括说 它从哪一个经典里面 引申出来的 那师父都有举上例子 如果说大家想要再更清楚 可以看这本小书 那再来就是 《归去来发愿记》 你看这边就很热闹了 就是那个 往生接引伴喜事的这个影像 念佛临终见保台 保帆保盖满空牌 彌陀世智观音等 合掌香水归去来 就是我们 灵命中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 西方的这些诸圣来接我们 带着这个 宝花莲塔来见我们 来带我们了 然后这个 这个满空牌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佛菩萨 他们上面会有什么 保盖对不对 还有帆 这个保盖是圆的嘛对不对 然后帆是那个平的那个 所以呢就是 已经排得满天都试了啦 很多很多人一起来欢迎你 这不是办喜事是什么 你就看到那个热闹的景象 然后那个天理啊 那个音乐啊什么啊 然后这个 这个全部都这个排场很大啦 然后呢这个 弥陀世智啊 阿弥陀佛 那大师之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都这个 来接引你 然后这边归去来是什么 叫你啊 叫你啊 很乏喜 好 这个 很欢喜很热闹的这个景象 好 那这个其实 记子也很短哦 那 叫归去来发愿记 那再呢呢 就有一个这个 最后 这个三宝站里面的最后一个 是佛宝站 生宝站 那生宝站呢 这个就是最后这个归一 归生嘛 那内容就是 这个生宝不诗意 生批三宝云衣 什么叫三宝云衣啊 云衣就是指的这个 你没有看过法师批的那个 夹沙有没有 他就是这个 形容这个 法师穿的这个 身符啊 像这个云一样的 这个柔软 这个 圣洁 然后呢 三宝 三宝就其实就是 法师们这个 三一啊 有这个 五条一 七条一 九条一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条的 像你看那个 我们的方丈和尚啦 还有主法的法师穿 那个红色的组衣很多条 到这个二十五条的 这叫大一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分 五一七一九一 那这个 你不用分清楚啦 好 菩萨们不用知道 如果要知道请来出家 出家你拿到了你就知道说 这件是五一 这件是七一 这件是九一 所以你只要记得说 这一身衣服就叫做解脱服 也叫福田一 因为里面呢就是 一条一条结结 割结 然后又车成一个一个 所以那个就是福田 也叫福田一 知道这样就好了 那怎么分呢 不用知道 好 等你真的拿到了你就知道 好 然后呢这个福贝过海 刹那时 富感应群姬 好 这个呢也是有个典故的 什么福贝过海啊 我们听过义伟过江 对不对 义伟过江是谁 达摩 达摩祖师 好 然后这个福贝过海 其实就是有一个叫做 欸 卑度和尚 好 那 这个高僧传里面写的 就是说 有一个 有一位这个卑度和尚 他有神通 他也是一个 这个 欸 算是这个 很特别的 好 的一位这个 呃 法师 然后他呢 他会用他的神通 就是 他用一个杯子就可以度和了 好 就可以过江了 好 好 那个我们的达摩祖师是义伟嘛 那个 祖伟 然后他是一个杯子 就一个杯子 他就可以过 过这个过河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呃 富感应群姬就是 随处都会现身 像这观世音菩萨一样 随处都来救度众生 那这边是举一个 呃 例子 作为这个神宝的这个表征 好 就是 呃 非常认真的修行 然后呢 这个 随缘度化众生 看作人天功德主 好 那这个 坚持戒行无为 好 这个应该都很清楚 法师们 是有受戒持戒 好 然后 我今今守愿遥之 正习障提息 好 那正习障就是什么 度众生 哦 地藏王菩萨 他是什么 也是哪个习障有没有 正开地狱之门 要度众生 好 那这习障其实 嗯 还有其他的功能 然后化缘啊 也是一样 到门口以前那些出家人呢 就是 呃 呃 要去化缘的时候就在门口那洗帐 敲一下就 咔咔咔咔咔 然后人家就知道要来供养 好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啊 可能这个 呃 呃 那个时代 他需要拿来驱蛇啊 驱虫啊等等 好 说法之前也要正习障 好 那其实这就是 呃 度众生的意思 好 度众生的意思 那这个是 最后 好 这个一时 二时 三时 那个 呃 引到这个 亡灵 好 还有 也要我们 要一念三宝 好 要归一三宝 还要 护持 弘扬 好 好 然后再来呢 一样喔 这个功德堂说法完之后呢 就 要 忏悔 发愿喔 每一时都有 好 可见呢 这个忏悔发愿 是多么的重要 嗯 嗯 好 这个忏悔发愿的开示 齁 念佛 既从新出 结业其属外来 虚于 被念佛之心 刹那既结业之所 好 就是我们 一心 一心 信念 的佛号 是 唯心所献 好 我们结集的这些 善恶的业因 好 怎么会是从外面来的呢 也是怎么样 我们唯心所造 好 好 那 那 只要你 一下下的 你打了一个妄想 起了一个妄念 你就 离开了那个 念佛 那个一心信念的心 那业果就从哪里来 从那一刹那来 你不要想说 没有啊 我只是脑袋省下一个 一个 一个小小的想法 或者小小一个妄念 你不要小看他 这个 有一个人 他就 剪到一块很好的木头 他就想说 嘿 我要来 磕一尊 佛像 磕一尊观音 好 然后呢 他 讲一讲 讲一讲之后 然后就把 起了这个念头 对不对 就把佛像 这木头放着 好 然后就 外出去了 好 就 有一次呢 好 这个 走在 这个 神里 这个以前的人都要过树林 嘛 就遇到老虎 结果呢 他就爬到树上去 好 好 然后呢 既然 有人来救他 好 就那个 喝了一身那个老虎 那老虎就跑掉了 好 结果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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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侨父就问说 诶 这个 请问你是哪一位 这个 大恩 大恩要报嘛 对不对 然后要怎么报 记得 这个报恩 不可以随便乱发怨 要怎么报 因为你修行的功德来报 不要发那个 那个六道轮回的愿 结果呢 这个人就跟他讲说 我是那个萧乃木的观音 你知道是谁吗 对 因为他已经起了那个心 要在那个木头上 磕一尊观音 那个念头怎么样 起来之后 那个业果就成熟 虽然还没有磕 可是他那一念 已经跟观世音菩萨怎么样 相应了 感应道交了 所以 就来护法了 诶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磕啊 要啊 要去磕 好不然想说 他已经来护法了 那不用了 不行 你就知道 这边讲的就是这个 你只要那个一刹那的一个念头 其实 那个果子 就已经解了 就像说 他告诉我们说 你念佛 西方极乐之后 就会有一朵莲花开出来 上面会有谁的名字 就是你的名字啊 就是你了啊 那个就算那一刹那 结业其属外来 你看他就告诉你 不要以为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念头 就是那样子一刹那就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所以这个 不是不好的妄念 妄念 也不行 只要是妄念没有分好坏 是妄念都不行 不要说 你发这个愿 这个妄念不错 观世音菩萨会来救你 不要不要不要 都不要 就是好好的念佛 好然后 今则众等 依平教法 做三十心念佛事 做及圣音尊卫亡灵 决定往生净土 好 再接下来 他又讲了 至今借乡富裕 慧聚英皇 明云开而信天都浪 望尘静而心地 或通 朱根圆静 群夜顿空 欲己念 一花开 亦露迎风 相浮欲藻 一池情一果熟 寒烟对日 若隐今圆 这个还要解释吗 好 这边就是 这个 戒香之道吧 我们讲过的是什么 好 就是 你 功德成就 我们之前有讲到 念佛的人 怎么证得五分法身香 记得吗 这个就是 念佛念道 证得五分法身香 好 今 戒香富裕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个 慧聚英皇 就是讲到这个 般若智慧现前 好 这个像火炬一样的光明 好 你的这个 所有的智慧开显了 好 这个 自信光明现前 迷忘的这个乌云也散尽 像云开见日一样 天空晴朗 好 汪念的这个尘埃散尽 心开一劫了 好 所以心地 开阔宽广 然后呢 诸根圆敬 就是我们的自信光明显现 六根也跟着这个 圆容清静 你们知道吗 修道最后面是怎么样 六根圆通的 六根可以互用 所以是六根圆通 没有妄想分别 业障尽消 这边一举念一花开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一个念头 每个念头都是念佛 所以你念佛那个花就怎么样 慢慢地成就 慢慢地成就 然后这个 随着这个 风啊 摇曳啊 这个 亦露迎风就是这个 莲花上面还有这是露珠 然后呢 浮在这个 圣洁的这个八公德池水上面 然后你念头一动 道果就成熟了 对不对 像刚那个 那个叫什么 嗯 笑 蕭南木的这个观音 然后 这个道果呢 就在这个 寒烟对日 这其实举的都是这个 极乐世界里面 你见性成佛的这种种的庄严 若隐晶圆 你看这个 若日余晖 然后这个晶圆就是 不是那个极乐世界都是什么 金银流离 刺珠 玛瑙 所以就叫金圆 这个很容易想象的 那这个就是你这个 功德成就 你种下了这个念佛的音 然后你结了这个成佛的果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 金行坐卧在其中 游戏逍遥非分外 得佛受用彻底 呃 彻法原地 长极光处处现前 大愿亡 层层气会 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发现 这是后面 那这边呢 就是说 极乐世界里面不是讲的啊 你这个 常坐天月黄金 我一定是生活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每天行住桌 都在清静的自信当中 你游戏逍遥 自在的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逍遥其实就是 自在解脱的意思 自在解脱的意思 在《大字度论》里面有讲到说 菩萨心生诸三昧 心乐出入自在 明之为戏 非劫爱戏 跟我们的那个 那个爱恨纠结的那种 贪爱是不一样的 那戏明自在 就像这个 如狮子在路中自在 五位故名为戏 是诸菩萨与诸三昧有自在力 能出能入亦能入世 能出能入亦能入世 嘿 对 那就是 最后呢 得佛受用 彻底法源 跟佛一样来受用这个法意 彻底看到这个圆容的中道的诸法实相 前面呢 告诉我们有 有极乐世界 有这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呢 在第二时的时候 又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空极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告诉我们诸法实相 你不要去执着有 也不要去执着空 他的诸法实相 就是万法的本源 圆满的自信的流入 偏一切处 偏一切始 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都能够相弃 那这边呢 藏极光处处现前 什么叫做藏极光 藏极光 藏极光 藏 这个藏就是法身藏在 藏就是解脱自在 然后光就是般若智慧 是三点不纵横 并明明秘密藏 诸佛如来所居处 真藏究竟即为净土 那就是说 我们到了极乐净土 藏极光 那大愿王 层层契合 跟这个四十八大愿 奥密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都这个相应相弃 随时跟他都是相应相弃的 那最后呢 还有这个继续要忏悔跟发愿 那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是 总相的忏悔 然后后面一切罪障这些忏悔是 相上 是 然后后面这个一切罪跟这些忏悔 是形象上说的 所以它是我们之前有讲就是 你越更深层的去忏悔这个过失 然后再来就是四鸿寺院 这边是自信众生 我们有讲到说 测误自信之后 虽然你没有发愿 可是你是很常在发愿 你已经不用特别去发 因为你已经很常都在发愿了 那就是这个自信众生 自信烦恼 自信法门 自信这个佛道的这个境界 这些众生不在心外 烦恼不在这个 烦恼就是什么 就是自信 众生就是我 我就是众生 所以你不要想说一个众生 这个有没有得度 你就这个 你是不会不管的 对你来讲 度一切众生 就是你的事 一切的众生得度 这是你的事 是他们的自信光明显现 这样子了解吗 好 再来最后了 要到西方去了 他 他 这里呢 好 更清楚的 好 告诉我们 最后要做交代 已经是最后的这个 好 上来 三十系列 阿弥陀佛 万德鸿 劝导亡灵 灿 灿除结业 发愿往生 行愿寄生 功无虚弃 唯愿往灵 文师法药 信受奉行 从事脱子连胎 涌离夜海 直至欧皮靶子 圆满无上菩提 那就是以这个 我们从这个三十系列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系列这个 无量功德的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个以阿弥陀佛的这个万德鸿名 来劝导这些亡灵 要忏悔 发愿 然后消除以往过去解下的这些业障 要发愿往生 这个行愿寄生就是你的愿行越强 念佛越真诚 功夫是不会白费的 功无虚弃 是不会白费的 祈愿呢 这些亡灵们 都能够听闻这个 念佛法门的这个要义 而且呢 要信受奉行 完全没有怀疑的 这样子 信愿行 往生的三自良才能够聚足 你才能够呢 从莲花化身到七宝莲池当中 涌离这个茫茫六道的这个夜海 一直到正德 这个等觉菩萨 最后圆满无上的智慧 成就 究竟的佛果 这边讲到阿毕八字 阿毕八字就是我们所谓 不退转的意思 得不退转 就是这个正德阿毕八字 那阿毕八字他这不退转有三种 一个是 未不退 然后是行不退 再来是念不退 所谓未不退就是 我们这个 从凡夫 进入这个圣人的阶位 虽然我们去的时候 记得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还是凡夫 纵使我们是上品上身 我们都还是凡夫 可是呢 我们到了那里 见佛文法之后 能够心开意解 很快就能够超凡入圣 然后得未不退 你不会再退回到凡夫 你只会往前 就是你那个什么 你不是讲到两个生死吗 这个两个生死 就是后面那个叫什么 一个是分断生死 还有一个是什么 便衣生死 然后再来这边是行不退 就是你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你要度一切众生 你这个大圣的这个佛菩萨 菩萨道的这个行愿 你不会再退回去做小圣了 小圣是什么 度自己啊 有没有 自己成就就好 不管别人 他这边是你的行愿不会退 你永远就是会发这个菩提心 去度一切众生 然后念不退就是 每一切念头都跟一切智相应 那什么叫一切智 就是佛智 佛的智慧 能够断除一切烦恼的智慧 要做 当烦恼断尽的时候 那一切智就会出现 从此以后你 每一个念都跟佛菩萨的智慧相应 所以是念不退 就是这三个 那到了那里的众生 至少都是什么 你至少都是 喂不退 然后行不退 然后念不退 从此以后 不会再变成 从圣人退回到这个凡夫菩萨 而且呢 还要怎么样 到驾慈行 这个 献凡夫相来度众生 不晓得你们旁边有没有人是 可能你旁边那个人就是 常常这个献菩萨行 这个 对你虚寒问暖啊 这个 还有啊 献那个 怒目金刚向的也是菩萨啊 对不对 所以 不管是怎样 都要 把你 陷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就是在净土里 任何一个人 都是菩萨 不管他是 慈悲的对你 还是给你 念真上缘 都是菩萨 好 那再来 来 来 就是 彌陀佛大愿王 这些也是一个战绩 那这个应该都 都不难懂了 彌陀佛大愿王 慈悲喜舍难良 梅间 藏 白豪光 杜众生 极乐邦 八德 此中连九品 七宝妙述成行 如来 圣浩若宣扬 皆引往西方 彌陀圣浩 这两句是一样 同愿往西方 那这个 应该不用再解释 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从朝请 我们的本法结束了 本法结束 然后到这个 最后就是回向 那回向的内容就是 回向祭 还有三郭一佑 这边是 信念功德书盛行 五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般若蜜 这个回向就是回转的意思 就是那向是什么 就是趋向 那个方向 然后就是把功德 回向给别人 那自己的功德 其实是丝毫不损的 所以在佛经中呢 我们都什么 有一个叫做 用灯来比喻 这个一盏灯 可以点亮很多的灯 然后虽然这盏灯 点了很多的灯 可是呢 它的这个灯怎么样 还是那么亮 还是那么亮 不但自己亮 别人也跟着亮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相信 奥密陀佛发的愿 它说它的第二十愿讲到说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系念我国 直诸得本 自心回向 欲生我国 不果税者 不取正觉 这是奥密陀佛发的愿 它已经成佛了 所以这些愿 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那有人 这个回向的时候 会回向很多 对不对 好像 多一点 什么都要有 这个 很多 然后好像很贪心的样子 就是包括祈求自己 家人要健康 然后这个 先生要多赚一点钱 小孩这个功课要好一点 你好像念几句佛 然后就要写了一张这个 清当请佛菩萨 这样子念给他听 好 这个 利益回向给自己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本来嘛 人之常情嘛 对不对 那 可是如果能够把这些功德 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其实自己也不会有损失 然后呢 还可以成就更多的这个功德 好 如果呢 这个我们不会自己求功德 好 而希望众生得到利益 好 众生也是可以得到利益 好 那就是 不以为 那是 由于自己的回向 好 那样的回向才是清净无染的 好 无漏功德 好 那个 你给了众生的 好 绝对 好 记在奥弥陀佛那里啦 你放心好了 绝对不会掉的 好 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这边呢 信念功德就是我们这个 三世信念的这个无上功德 我们这本经济嘛 这个普遍的 没有分别的来回向 祈愿所有这个三途六道 再轮回苦难的众生 都能够赶快的 蒙这个无量寿 无量光佛 奥弥陀佛来接引 到他的无量光的这个佛国去 那祈愿呢 十方三世一切三宝 这个一切佛就是佛宝 然后一切菩萨摩赫萨是身宝 摩赫波勒波勒命是法宝 希望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呢 都来加持 为这些亡灵加持 也为我们做证明 证明我们真心诚意的 要回向给他们 也证明我们真心诚意的 我们也要去净土 对不对 不是他们要去 那再来是三归一 自归佛 这个很熟悉吧 当愿众生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深入境障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那这个归一就是我接受认同的意思 那一定是什么 三归一嘛 一定是佛法生 那如果呢 你只有归一一个 或归一两个 那个是不成立的 因为佛教就是 从这个三者来构成的 佛法生来构成这个佛教 如果你只有归一其中一个 那绝对不是正性的佛教 你归一佛 然后呢 谁来红川佛法 那法是什么 那这个一定是三个 所以呢 就是归一佛 要绍容佛众 这是我们要承担续佛 慧命 传播佛法的这个使命 然后我们要这个 这个深入的学习法宝 然后敞养智慧 这边同理大众就是 我们呢 在这个 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能够这个 彼此互相的关怀照顾 好 才能够这个 没有障碍 那河南慎重呢 就是我们理尽一切的慎重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自信的三宝 好 这个 自信的三宝是我们人人本具的 知道吧 好 没错 如果 这个 听了三十 还不知道自信三宝 是人人本具的 那要重来听一次 有五堂课 好 就是我们要用心外的三宝 来帮助我们 发现我们心内的三宝 好 这是最可靠的 要开发我们本具的这个自信三宝 回到生命真正的皈依处 好 那也祈愿说 这些亡灵众生能够受三皈依 好 这个 成阿弥陀佛的慈悲愿令 能够借引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好 最重要的 发菩提心要 找成佛道 还入说佛广度众生 好 好 到这边 好 三十信念圆满了 那其实 这三十里面呢 这个 中风明本禅师他不断的 这个 从一时二时三时这样 尊尊的架回我们 好 然后次第的再告诉我们 好 就是要我们了解什么 最初开始还记得吗 绝海虚空起 什么 娑婆夜浪流 若人登彼岸 极乐有归舟 好 那这一整个佛式就是要 杜托我们要出离生死的枯寒 然后呢 他很清楚的用我们这个五个架构 好 从这个 从第一个是什么 意念净土 然后呢 这个 系念 弥陀 然后到功德堂去说法 好 要我们发愿 好 第四个忏悔发愿 然后到这个愿生西方 好 好 五个段落 来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 次第跟方法 好 最后是告诉我们什么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好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岂非迷雾之至书 好 何有甚凡而彼此 好 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 只要我们信心肯切 正因凛然 重念始生轮回之可悲 深厌尘劳 纷扰为可痛 举起一念佛明 直下更无意见 方法懂了 道理懂了 就要怎么样 赶快去行动 心愿行是怎么样 本来具足 有没有还记得吗 好 那堪更欲知乎者 管取轮回末了时 好 那最后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好 那这是我们的菩萨的一个 他的母亲的故事 他说他的母亲喔 是南部的一个望族 好 好 那 出生了以后呢 好 以前的人出生要干嘛 去算命 这一算命不得了了 克父克母 克全家 一家都被他克光了 那怎么办 送去哪里 就是娘家了 你能送去哪里 其实妈妈也很心疼的 就送回到娘家去喔 就是给外婆养 好 然后呆一点呢 呆一点 就送给外婆养 呆一点之后怎样 古时候的人 女孩子呆一点 要去当什么 童样媳 好 可是他另外一个妹妹呢 他是怎么样 不一样啊 他是降客 可是他是怎么样 忘父忘母 什么都忘 结果呢 他这个 另外一个妹妹出生的时候 就怎样 嫁妆是一整条街的排场 你们知道那个南部 那个旺族在嫁女儿吗 像那个台南啊 或者是那个鹿港 有没有 嫁妆立牛车不算什么啦 是整条街的排场啦 然后呢这个 童养媳呢 怎么办 就嫁了嘛 不是啊 就去当童养媳 然后就生了四个小孩 那 以前嘛 这个 先生就 以前的男众都是这样啦 做一点小生意 然后那个时代呢 娶小太太是怎么样 我们看那个连戏剧都是这样子的 很平常 可是那个时代真的就是这样 我相信如果这边有 我们的菩萨年纪长一点 会知道那个时代的环境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先生也带了一个小太太回来 好 那这个小太太怎么样 就得宠嘛 好 得宠呢所以呢 就会怎么样 欺负人家 好 欺负她的小孩 好 那一而再再而三 好 这个妈妈都是一样的 她自己可以受委屈 可是呢 她不会让小孩子受委屈 所以呢 她就 带着孩子 好 这个 离开那个家 好 到大海北来做什么 就 一个 一个女人家可以做什么 就是 出 做苦力嘛 帮佣 好 就是帮佣 然后就自己独立抚养这个孩子 好 这个 结果呢孩子长大了 好 娶了媳妇呢 很多人娶了媳妇之后会怎样 哈哈 那个是儿子啦 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 然后呢 就跟媳妇姻缘也不好 跟媳妇姻缘也不好 这有的人就是 没办法 就是这样 可是呢没关系 跟媳妇姻缘不好 没关系 跟阿弥陀佛姻缘好就好了 他就是有那个姻缘 跟阿弥陀佛姻缘好 他就是 会去清净道场 那清净的道场又都是叫他念佛 所以他就 他就很认真的念佛 然后呢就有一次生了大病 那在医院里面几乎要往生了 可是呢 他已经念佛念习惯了 就念念念念念 结果呢 诶 活过来了 那这个 活过来了之后呢 他就跟他女儿说 他以后要去一个厚书宅 就跟他女儿说 我以后要去一个厚书宅 可是他女儿也不清楚说妈妈在讲什么 像说这个病刚好 可能头脑不是很清楚 这个要去厚书宅 好吧 结果两年后 有一天这个 女儿就来陪妈妈吃饭 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 他要出门 然后就交代这个 什么东西放哪里啊 什么东西要给什么人啊 他女儿就来说 出门 出门交代这么多做什么 你要去哪里啊 然后 他女儿就跟他说 他就跟他女儿说 我要去一个厚书宅 他女儿想说 蛤 什么 这个什么厚书宅啊 你是什么时候要去 他说 天亮就要去了 结果呢 隔两天 这个女儿就接到电话说 妈妈已经往生了 然后他就回去看 他看到他妈妈满脸笑容 而且身体柔软 虽然是冰的 因为两天嘛 可是呢 身体柔软 还有淡淡的清香 那他确定他妈妈怎么样 真的去到厚书宅了 真的去了厚书宅了 然后他就说 这是他母亲一个 很平凡的母亲的故事 他说他学佛之后 他才知道说 母亲的口业 身口亦三叶守得这么好 他从来不多说话 也不会去抱怨娘家 也不会去抱怨先生 跟媳妇姻缘不好 也不会去讲 就是没有抱怨自己的生命 他说母亲从来不会抱怨 所以他们小孩子 也不会去了解太多 他只看到说母亲这么平凡 可是最后怎么样 他学佛以后他知道 母亲这么伟大 四线了 猴书宅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听起来好像 我记得我以前 我觉得我以前 在听人家去那个 往生极乐世界 对我来讲觉得很遥远 我觉得那个 好像都是古书里面讲的 像我们有那个 淨土圣贤路有没有 你觉得那个是 好像几百年前的人的事 可是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菩萨的母亲的故事 其实你听起来就是 他是那么平凡 可是又是那么不平凡 那我曾经听一个法师说 其实人的一辈子他都可以输 他都可以输 他可以输在他没有这个 他没办法嘛 古色的人喜欢算命 他输在他算命算的就是这样 输在他变成一个同养习 输在他跟这个人 跟媳妇儿子姻缘不好 可是他最后怎么样 他赢了 赢到哪里去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那一些对他来讲 都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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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是 其实我听到 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说 其实真的就是火圣圣 我们身边的菩萨的故事 如果你今天 你是身为人家的母亲 希望你 以这个母亲为榜样 好 如果你是这个妈妈的孩子 你也要学习这个妈妈 好 一生就是这样子 也不会去抱怨 话很少 就是自己精进的去念佛 而且我们这么有福报 可以清净道场 道场 我们什么 我们年底农产师又有什么 佛妻 欸 有没有发怨啊 七天克其取证 好 如果没有去 至少怎么样 我体验到了 体验到那一份念佛的法喜 我相信 我以后会去哪里 好所在 好 那这边呢 就 祝福大家 我们以后呢 一定要在好所在见面 好 那我们的这个 三十信念的 这个 就到这边圆满 好 阿弥陀佛